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高达16万美金,当然,不同平台的粉丝对广告的接纳程度还是不同,标榜专业的知乎社区如果是拿钱回答被发现,很多时候读者并不买账,而像微博和B站则更加包容,看到广告时,粉丝还会调侃被迫营业。 李雪晴在接受采访时也说,因为平台已经把用户接纳博主变现的习惯培养起来了,所以我喜欢微博,不过,在平台眼里,网红和商家总这么私下就把事而办了,总有点问题,一来是监管压力,二来是平台也想恰一口饭。 于是,Branded Content品牌合作内容工具对广告主和网红同时上线,广告主可以找网红,看到网红的历史合作,网红也可以接广告。 合作以后,网红上就会显示相关标示,如今,国内社交平台也搭建起了类似工具。 除了广告以外,网红重要的盈利模式就是电商带货,甚至资创品牌,比如李子柒的同名食品品牌,而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微博千万粉丝的张大义。 而今年他所在的,如航空股,也成功赴美IPO。 为了促进网红带货,各大平台都在探索,全新的用户体验模式,比如各类短视频APP的贴片商品橱窗,还有微博,淘宝打通的电商直播等。 当然,YouTube的网红也会卖货变现,上文提到的Ryan已经推出同名玩具,甚至入住沃尔玛实体超市。 当然,平台也提供了类似的橱窗带货功能,除了让粉丝看广告,买东西还能怎么赚钱呢? 最直接的就是让你直接掏钱,比如B站上明晃晃的充电按钮,就可以让粉丝直接打钱。 还有一种更舒服的方式,那就是充钱成为铁粉,同时可以获得一定的虚拟服务。 比如知识付费,看独家视频,看高清大图,参与独家直播,知乎的严选会员,微博的V家,会员等。 这一模式,美国的平台也在跟进,比如YouTube的频道会员,每个月4,99美金,能获得啥? 完全由博主自己制定。 中,中美社交平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,各具特色,YouTube从视频发家,如今已经成为最包罗万象的视频内容平台。 Facebook从私人关系出发,向外延伸,已经成为了新闻娱乐资讯的分享分发平台。 Instagram从美图切入,如今已经汇聚,各类潮流时尚红人,代表新一代生活方式。 各美国平台多处开花,都有坚守阵地的网红阵营。 B站从二次元出发,包容的文化,已成为年轻人,观点表达聚集地。 快手,抖音从短视频入场,记录着中国真实和美好的样子。 各类斗鱼,小红书,知乎等,垂直领域平台,便利开花。 中美平台,又在内核上相似,比如,新品类加,新流量等于,新网红这一公式。 还有平台商业化的,道路探索,最让我开心的是,中美之间网红的,跨平台窗红。 你要问我,这是不是,文化输出? 我觉得不是,毕竟,都是人类,我们要的不是谁,向谁输出什么,而是一个相互欣赏的机会,和交流的平台。 也许,在线社交平台,就是圣经里的,出现过的发别塔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